《朝鮮王朝史錄》 一起閱讀《朝鮮王朝史錄》 《大面山》 建立《朝鮮王朝》 情世和人物 大家好,我是張志恩 大家好,我是張元廷 《朝鮮王朝史錄》的網站 請參考這邊的地址 我想先討論一下 上週我提出的問題思考 我說存在兩種版本的史錄 有助於歷史研究的可能性 比如說宣傳史錄跟宣傳修正史錄 兩個版本存在 這兩個版本當中 對劉成龍的評價 有意同 請 元廷助理你覺得呢 我覺得說存在兩種版本的史錄 是有助於歷史研究 因為像宣傳史錄和宣傳修正史錄 兩者對劉成龍的評價 雖然有相同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兩者共同的客觀事實 當然兩者的執政黨不同 對劉成龍的包跟扁的部分 就會有所增減 那我們也看到說 有對劉成龍比較不同的部分就是 有個比較多的扁的部分 那有些可能就略過不談 那我們也看出執政黨的好物喜好在哪裡 那對一個人物的評價 或是一個政治事件的評價 自然會有所不同 所以他會提供多樣的觀點 來做這個歷史研究 所以如果留下來的資料 只有一個版本的話 應該我們對劉成龍的理解 的部分應該更少 所以我們可以把兩個版本比較一下 然後導出一個比較客觀的觀點 這樣子的話應該可以說 這兩種版本的史錄 很有幫助歷史研究 先稍微介紹一下 朝鮮王朝開創前後的情勢 在中國大陸方面 元朝跟明朝之間的 王朝交替的情勢 明朝開國以後 向高麗朝廷要求 把以前屬於元朝的一些土地 要還給明朝 那高麗國王 當時的國王王武 他不接受這個要求 然後決定派兵進攻遼動 但是那個時候 朝鮮王朝開創的主角李承惠 擔任守門下市中的官職 他反對這個決定 但是王武也堅持用兵 然後下令向李承惠下令說出兵攻打療動 那李承惠一開始受令他新軍 但是中間感覺很困難 所以從維化島那邊回軍 零回來了 然後他破王武退位 那這個時候李承惠把王武的王位拿下來以後 他怎麼做呢 他成為新的王朝的國王 或者高麗朝的國王嗎 請元廷助教講一下 李承惠那時候回軍後 並沒有說直接自立為王 而是立昌王繼承高麗朝 昌王是誰 昌王是王瑜的兒子 這個王武的兒子 所以他朝鮮王朝開創以後 在朝鮮王朝十六裡面主張 李承惠本來沒有意思當國王 但是周圍的人一直要求他擔任國王 所以他勉強成為國王的請示 在那裡有表達的內容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 他這樣子的行為 可能他最初沒有意思當國王 也可以這麼推測 李承惠他雖然一開始受領新軍 但是到維化島那邊決定 率軍回到開城 那麼維化島到底在哪裡 這邊是壓綠江 中間有一個小島 就是維化島 李承惠的軍隊在這裡想要渡江 但是按照當時的紀錄來講的話 這邊下大雨 所以無法渡江 在這裡待幾天以後 決定行軍取消 然後回去 這樣子 當時他一開始受領的時候 也主張現在無法行軍 他主張的內容可以參考哪個書籍 可以參考高歷史的心無列傳 高歷史是高歷朝時代編輯的還是什麼時候編輯的 應該是朝鮮王朝的時候編輯的 對高歷朝還進行的時候沒辦法編輯當時的歷史 他主張的四個不可行軍的理由是大概什麼樣的 像第一點就是以小力大 就是所謂的高歷跟明朝來講 又是小國一個大國 那以小國力大國是不可以的 那夏月發兵是第二個不行 因為夏月發兵會有很多瘟疫或什麼的一些疾病的問題 那第三點是舉國遠征的話 就是像窩窩的話 就是日本可以趁這時候來進攻 或者說這個時候舉國遠征沒有百姓來跟做之類的 對如果全部全國的軍隊都集在這裡的話 那南部那邊的應該比較危險 因為那個窩軍趁這個機會進攻的話 就是這個國家安慰有發生問題 然後呢 那第四點就是 十足以下大雨的時候 像那個弓箭跟弓箭那些就很容易武器壞掉 那這個在韓劇的六龍開天裡面 有拍攝非常好的影集來描述這個情況 雖然它不是完全是死實 但它的拍攝應該就是有那個下大雨 那時候行軍困難的情況這樣子 對 所以不曉得當時下那麼大的魚 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我們參考那個歷史紀錄的時候發現 真的發生有這種氣象的現象 所以李承貴這樣 總共四個理由來主張現在不可行軍 所以他從這裡回來的 雖然最大的主角就是李承貴 但是另外這兩位也可以說 當時朝鮮建國的時候有影響的人物 李承貴之外另外一個正道傳 李承貴是來自武人的武士 這個正道傳是文人 所以朝鮮王朝建立的時候 這兩個文武合作的形式來建立新的王朝的 但是我在這裡在嘉一位曾孟周 他1392年死亡的人 怎麼會跟朝鮮朝建國有關係 因為他激勵反對他們兩個建立新的王朝的這種行動 不過他們之前一起主動進行高利潮末期的改革運動的人 最後開創新的國家還是持續努力改革高利潮 這個意見上這兩位跟宇威的意見不同的 那麼朝鮮王朝建立以後 成為第一代國王的李太祖 就是太祖李承貴 他在高利潮末期有什麼樣的代表性的人物 李承貴他擔任女將的時候 曾經擊退這個北約 還有女真以及窩魄的侵犯 所以他是有實際戰機的武將 對 所以李承貴擔任五方面 然後剛剛介紹的曾稻船之類的文人、盧者 他們代表文方面 這樣合作下完成朝鮮王朝的建立 當時曾稻船等一些盧者成為官僚 但是朝廷裡面 因為有五方面的貢獻而來的 武將出身的官僚也不少的 所以當時他們有建立這個兩班的組織 兩班我們現在也常常聽過朝鮮的兩班 社會這樣子 兩班就是文班跟五班的合作 就成為兩班 所以這個兩班制度成為支撐朝鮮王朝五百年的國家體制 是他們建立一個王朝 然後支撐五百年 一般一個王朝大概兩百五十到三百年的歷史 但是朝鮮王朝支撐五百年的 他們後來的朝鮮王朝的朝廷裡面的那種氣氛 非常強烈的上文的那種氣氛 但是他們一開始建立新王朝的時候 朝廷裡面很多這種善武精神的那種氣氛 比較強烈 我們閱讀朝鮮王朝死路的時候 發現第一代太宗以後 大概世宗創造韓文的國王世宗大王時代 這一段時間 朝廷裡面的風氣非常有上武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朝鮮王朝死路的有一些紀錄 那這個是在哪裡出來的 這個是太宗在評論 就是爸爸李承貴的那種 所以這個太上王就是李承貴 那這個是太宗嘛 他對自己的父親的內容在這裡講的 他怎麼講呢 唯我太上王以神武之德命運開國 你見無疆之夜 他對父親的建立的貢獻有這種的評價 他神武五方面非常有能力的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開國的天運 他英傑這個天運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王朝 所以他的貢獻非常大這樣子的評價 然後呢 這個是太宗嘛 對 那太宗的話就是被尊稱是有文武換人之的人去評價 朝鮮王朝死路裡面 對太宗死亡以後 或是以後對他的評價有文武寬人之等 因為對李承貴神武的象徵 但是到太宗的時候 朝鮮王朝的記錄者應該認為到太宗 應該要給他文的方面的德 然後武的方面的這兩種都需要應該有這種想法 然後呢 象徵當時的朝廷非常善武的證據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我們在這裡看嘛 是什麼的 是太宗在選任官員的時候 是希望有武武財略者 就是不希望說只有單一的文武這樣子 對 所以疑惑朝鮮王朝這個中企疑惑的話 朝鮮人才方面 他們比較強調注重這個文方面的 但是一開始的話 也需要五方面的防衛嘛 所以一開始的話 有文武才略 這兩個都有的人 比較被重視的 這樣李承貴以下的 王家是五人出身的 然後在朝廷裡面的城下 有很多文人出身的人 所以一開始 朝鮮王朝時代的一開始的時候 在朝廷裡面 王家跟城下之間討論的時候 我們發現文武之間的衝突 文武之間不同意見的衝突 所以這一次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關講武智慧的內容 太宗在衛第11年的時候 2月當時的討論進入 我們在這裡可以推測 當時文武之間有什麼樣的想法的差異 然後那請這邊 上衛左代言李安雨曰 眾村將盡不起蔣武而齋 在這裡太宗他向丞相們說 春天已經快結束了 但是你們為什麼沒有跟我建議要做講武 所以回答 安雨令冰巢請之 師建院又獻那 朴瑞森請曰 講武雖時事之長 兩今往來 四馬一棍 且殿下今當第二 故宜靜坐恐懼修審 故宜罰涉賢主 請以一時全宜 停罷此行 好 所以安雨他請兵朝要建議 那這邊 陳下普瑞森他在這裡向太宗建議的是 江武雖然我們王朝開創以後 平常常常做的事 他的形式大概梁靜 梁靜是兩個渡經 是哪一個兩個渡市 開城到平南 所以他們講武之會 不是在演講廳裡面做的 是梁靜來往的那種方式 然後士族跟馬一起做的 很疲倦 然後殿下也是太宗馬 也現在要避開災禍的那個時間 所以應該要在朝廷裡面靜坐 然後努力修行的部分 不可以現在進行這種危險的行為 所以他說這次應該要停止講武之會 那太宗的反應呢 上胡月曰 何等請止講武 與當從之 改講武曰 廣州陪奉 令三省不得護駕 瑞森復醒 不聽 所以太宗說 好吧 那你們說停止 那我應該要停止 但是他沒有放棄 再說他想要這麼做 先要名字 講武改為廣州陪奉 然後那形式上本來城下一起做的 他說朝廷裡面的三省的這個機構的人員 不要護駕 這樣子的話 他好像看起來接受他們的建議 但是仔細的看 發現一點都沒有聽 因為名字改為實行 然後你們不要一起做就可以 他應該這樣改成名字來依然進行的 所以城下也再一次請讓他暫時停止一下 但是國王也不聽了 然後呢 繼續有什麼樣的情況 施縣掌令 由以上言曰 今也改講武曰 廣州陪奉 是無名之行也 且軍行成從武之治也 今不許成等物價 願從武治 是意不聽 所以城下也在這裡反駁說 現在你名字 甲武的名字改為廣州陪奉 這個沒有名字的這種形式 然後本來軍城一起做的 就是古治就是這樣子 現在不許城下後駕 這個也跟古治不一樣的 所以請太宗要從古治 但是他也不聽這句話 所以這樣子的話 城下放棄嗎?也不放棄 再一次在這裡建議 內生父親曰 成等之請 非為土改講武各自而以 乃欲停止此行也 今以廣州陪奉為此 事無名也 再於不得已 則莫若稱講武之為欲言 嗯 所以他說 那這樣子的話 乾脆想 把你想要做的 就可以的 他說 我們建議的目的 這個焦點不在於改名字 然後他們想要做的是 停止這次的這個行程 但是現在把他的名字 廣州陪奉 用這個名字來做的話 沒有這種名字的形式 所以在這裡用那個名字做比較好 所以你不得已的話 用原來的講武這個名字 來做比較好 那他怎麼回答呢? 上曰 何等請停講武 勿從見改之 講武 理行也 不可不備 廣州則四階簡約 何必改之 且於非婦人 安可靜坐一目中也 嗯 所以他也回了說 他解釋自己的剛剛講的那個 所以你們說 這個要停止講武 所以我想 從你們的這個見念來改的 所以但是講武本來是理行也 這是一定要做的 廣州在這裡以廣州陪奉 這樣子的話 這個應該比較簡約的形式來做 為什麼又要改 而且我不是婦人 怎麼會安安靜靜在一目中 他這樣子的反駁的 我們閱讀以後 閱讀剛剛的那個朝鮮王朝始錄的 內容以後知道應該講武 不是在什麼講義庭裡面 演講有關武術的內容 那講武的內涵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講武的內涵應該是 就是類似軍事操演 然後必須要狩獵這種 那基本上是國王跟國務官員 都要一起參加這個概念 然後可能會打獵 然後抓獵物來祭祀上天之類的 嗯是 那個獵武就是成為犧牲嘛 所以在結束之後祭拜 所以這個好像軍事訓練一樣 但是不只軍事訓練方面的事 也祭拜祖賢的祭祀 那太宗他見過的出去 頻繁施起這個講武之會 然後他提出實行這個講武的時候 文城他們常常建議暫時停止一下 但是太宗他不高興的一直主張要做 所以但是他也要聽城下的建議嘛 所以不要做講武 他回答說好不要做講武 那改為名城 名城改為哪個地點的什麼形式來做 然後規模也少一點 但是他也依然主張 就一定要做講武之會的這個想法 那高麗朝末期到朝鮮朝開場之際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鄭孟舟 他這個資料來自哪裡的呢 高麗史的鄭孟舟傳 高麗史裡面有關鄭孟舟的內容 雖然高麗史是建立朝鮮網朝的主角 他們撰寫的內容 但是我們在這裡發現 對鄭孟舟的評價比較高 那那個原因我們也慢慢討論吧 他是被稱為東方理學之主 所以理學在這裡朝鮮時代 叫做朱子學的那個學問 所以他我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發現 有推測中孟舟的學問方面的貢獻比較大 然後這邊有他外交方面也建立過赫赫的貢獻 就是他促使日本也明朝 高麗跟明朝之間的關係方面他有貢獻的 功浪王他高麗朝末期聚會一代國王 他認為這個李承貴他們的實力 日大專善朝廷的政治 所以他想要對付這個李承貴 跟鄭孟舟商量的 那李方元他是太祖的兒子 他是跟太祖的弟弟應該是李和馬 然後他的女婿李季 跟這些人一起討論應該要去掉這個鄭孟舟 所以他們已經有這個計畫 但是鄭孟舟他事先知道了 因為太祖的哥哥元貴的女婿 變重娘這個人洩漏鄭孟舟去掉鄭孟舟的計畫 但是我們在這裡應該確認一個事實 鄭孟舟已經聽到他們的計畫 但是他不會馬上攻擊他們的 他先去太祖家然後要觀察有什麼變化 但是太祖對他的態度好像跟以前一樣 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在這裡應該可以說 太祖跟鄭孟舟之間的交情不是很單純的 所以他們在這裡不是馬上成為敵人的關係 他想要直接問太祖 想要直接觀察太祖 所以他一個人自己一個人找太祖 所以他在這裡可能說他沒有預測 他們攻擊也馬上下掉自己 但是當時太祖的兒子 未來的太宗李方元 他說是布克斯 所以鄭孟舟回家的路上 他派有些人然後擊殺他 他是56歲的時候過世了 那太宗按照那個紀錄 太宗不是跟太祖一起建立這個計畫的 他事情結束之後 進去跟李承貴報告 那這個太祖爭怒 所以太祖不知道 太祖完全沒有想過有這樣的計畫 所以太祖爭怒 只是至少在紀錄上有這種事實 那這個紀錄是高歷史裡面 有鄭孟舟的傳裡面的內容評價 又如何呢?想看一下 孟舟天份至高豪邁絕倫 有忠孝大傑 少好學不見 嚴窮信禮 身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之 有軍務 必與他一起率軍 與家見拙 同聲為相 所以太祖跟曾孟舟的關係 是他們在戰場的戰友 然後在朝廷裡面一起政治的 有他們兩個之間的交情 非常深厚的理由就是這樣 戰友在家 政治上的統治 所以至少他們之間的交情 這麼好的部分 然後對鄭孟舟的評價 沒有一個不好的 全部都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評價 那麼最後一位鄭道船 想看一下 那鄭道船是跟李承貴這兩位 以文武合作的形式來建立 新的朝鮮王朝 那鄭道船對朝鮮王朝建立方面 非常有非常大的貢獻 那這個紀錄是來源 高歷史的正道船傳 高歷史也是建立朝鮮王朝的主角 他們撰寫的內容 我們剛剛發現 鄭孟舟對朝鮮王朝建立沒有任何貢獻的 鄭孟舟的評價非常高 那麼他們對朝鮮王朝建立方面非常貢獻非常大的 鄭道船的他們對他的評價又如何呢 好好看一下 吳王朝北元始來李仁仁等育營之 稻船與金九龍李從仁全靜尚書督唐 以為不可贏 仁仁慶復興卻其書不受 定稻船贏元始 稻船不服被流放 免除放足後講學學子多從之 常以訓後生僻義官為己任 從李承貴定策立功讓王 好那這邊鄭道船大概在哪邊的人 元朝跟明朝這個教體之際的時候 李仁仁他們是以前舊勢力 他們想要跟北元一直維持關係 但是新的勢力以鄭道船維持的這一位 因為他們不可以迎接元朝的那個死亡 但是當時他們的勢力是新的勢力 所謂舊勢力不接受他們的想法 所以讓鄭道船迎接元朝的死亡 他不服所以被流放 那從流放回來以後 他先專念講學 所以他的學生非常多 他這裡努力的是要排斥一端 應該有關佛教方面的 然後他跟李承貴一起合作 當時高麗朝末期的改革的人 然後他們兩個一起合作 把定立高麗朝末期國王公浪王的 好 後來鄭道船被清元派流放 但於鄭孟舟被殺後 免除放逐 永代以陳貴為王 在開國之際 往往最終為宋約 不是漢高祖用張良 只防用漢高祖 難以王朝設計為己任 其改革事業有建構王朝建國思想 建立國家制度 墊定朝鮮王朝之基礎 請助作勝風 所以朝鮮王朝高歷史裡面 特別提到他以前合作的時候 這樣講的 漢高祖雖然是中國的天子 他的臣下張良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他鄭道船結束為 不是漢高祖聘用張良的 只是張良他為了把他的計畫實現 使用漢高祖的 他這樣講 所以這個解釋的話 這是我的解釋 他要把王朝設計為己任的人 所以高歷史裡面 特別提到這個是 他本來有這種叛逆的想法 所以這個鄭道船 因為後來在太宗的手下 他被殺的 所以我們他為什麼被殺的原因 從這裡可以找到 那其後呢 他的罪惡是怎樣的 其後因永利太祖之神 曾得皇后康氏所生子 方碩為氏子 而於1398年與方碩同遭太宗李方元所殺 所以他的罪惡 他建立朝小王朝以後不久 因為他有這個對朝廷的建立事件的問題干涉 所以被李方元殺的 鄭道船他雖然在朝小王朝建立的初期被殺的 但是我們觀察他的著作的時候發現是什麼樣的呢 那先看看他的著作有什麼樣的 朝鮮經國典 這是法典 清氣禮篇 這是佛教道教的批判 高歷國史 這是歷史書 經濟文件 經濟文件不是當代的經濟 這就是經濟就是統治國家的 然後呢 經濟文件別擠 這是軍大 佛式雜變 批判佛教的 以及蔣武圖政法等 這是病法的 整脈圖絕 這是有關醫學的 泰語七十二局圖 肖民泰語租算嗎 這是歷算的 果然他對所有的方面都有著作的 也可以說朝鮮王朝 金箔大業奠基的設計者 這是沒錯 那麼在這裡也提出一下 這個禮拜思考的問題 我們剛剛看了 鄭夢洲他朝鮮王朝建立的時候 是過世的 所以他對建立朝鮮王朝的部分 好像沒有特別的貢獻的人 然後曾稻船 雖然他朝鮮王朝建立以後不久 就是被殺的 但是他對朝鮮王朝的貢獻而言 應該鄭夢洲比不上鄭稻草 他所有方面有撰寫 有些法典或者有些著作 所以朝鮮王朝的所有的制度方面 鄭稻草有貢獻的 他們兩個都一些 這個人是對朝鮮王朝建立 這個人是高利潮莫及的改革方面 他們有貢獻的人 那朝鮮王朝建立以後 朝鮮王朝建立以後 朝鮮王朝他們選擇崇敬 鄭夢洲還是鄭稻草 有些同學 有些人應該也知道答案 那我們下禮拜 這個不止答案 而且我們也討論 他們為什麼選擇 其中一個人的原因、理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